8月23号星期三 股票市场全面反弹 高约涨了184点 涨了0.54% SPY涨了48点 涨了1.1% 收在4436又占回了4400点 NASDA涨1.59% 涨了215点 收在13721分别涨0.54 1.1和1.59% 欧洲方面英国涨0.68 德国涨0.1股 法国涨0.08 两周方面日本涨0.32 香港涨0.31 中国上海负1.64 代表恐慌和国内地指数回到了49 基本上是一个中立的角色 美元指数103.37 美元对人民币7.18 人民币开始反弹 美元对日元144.65 回位反弹 美元对欧元0.92 保持稳定 美国的债券市场 短期债券 三个月5.42 六个月5.47 一连5.33 两连4.97 五连4.36 十连4.19 三连4.26 十连的债券在4.2左右 一连的债券在5.33 两者大概有0.9%的gap 这比前代时间显然是缩小的gap 一般来讲 倒挂的现象代表经济的衰退 目前美国的债券市场仍然是倒挂的情况 西德州油78.57 布兰特油82.92 Nitro Gas跌到2.48 黄金1918块 小麦640块 今年盘后最主要的半导体公司NVDA 的earning report非常的好 所以明天NASDAQ可能应该是继续上升 那么投资人在目前面对的一个是earning season so farearning season出来的报告都还可以 第二个面对的就是 美国的债务以及利息上升和通货膨胀 看起来过去这种低利率的时代 可能要过去了 然后通货膨胀现在CPA在3%到4.7之间还是偏高的现象 因此一般的说法认为低利率的时代已经过去要面对的是高利率 当然股票市场变化万千 这只是目前的一种看法 第二个要面对的就是中国的经济也有衰退的现象 中国除了有些房地产公司和地方债产生了流通性和债务的问题 总体来说因为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 中国是一个出口型的经济 因此年代的受到影响 加上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没完没了 美国制裁中国以后 降了关税以及一些高科技的chips的断供 中国的经济显然是受到干扰和打击的 因此今年中国的GDP的成长 原来预计是5%左右 现在有可能会只在4到5之间 这是一般的看法 当然这些都是预测 我们不知道 投资人在目前面对了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不要浪费时间去拆市场 明天是涨或是点也不要浪费时间去拆 这个熊市什么时候结束 牛市什么时候来 还是掌握投资的原则为最重要 投资的原则基本上就是低买高卖 从事要控制风险 要做一个full diversify的portfolio 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要有品质管制 不要买乱七八糟的东西 如果不懂得怎么选择个股 那么就买指数 买指数因为指数不断的更新和upgrade 其实买指数基本上也是会有很多好处了 对没有太多时间 没有时间去追踪个股的买指数 即使是money market活动期的现在也大约有4.5 4.6% 也有通货膨胀一样高的money market 那么一些三年或者五年的CD 趁着利息高的时候把它锁定在一个比较高的相对的利息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目前有一些CD或者是一些三年到五年的fix annuity 它基本上有提供大约5.4到5.65%之间的这样的固定利息 也是一个不错的考量 投资人在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保住你的本 在保住你的本的情况之下去创造利润 我是小银翔 来电话73 988-3888 谢谢